Hello,大家好,我是野生,我现在拿去图书馆擦虫 今天下午图书馆那边已经把那个擦虫报告发给我了 我们学校用的是织网的擦虫系统 有的学校可能用大雅 好像大部分学校都是用这两种吧 要不是织网,要不就是大雅 像我本科的时候图书馆是不提供擦虫的 只能自己去网上擦虫 我记得我上一届的师兄师 他们也是在网上查的 他们说是自己在织网上擦虫的 我记得有人说过是498块钱吧 一次,真的是特别贵 然后我今天好奇在网上搜了一下 发现织网官方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的擦虫服务 那些所谓号称是织网擦虫都是假冒的 因为当我在搜索引擎上输入织网擦虫后 搜索结果最上边就显示了一个织网的官方声明 就是织网从未向任何个人和单位提供自助检测系统 所有的一切号称是织网查虫都是假冒的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发现织网只有一个网站 这些号称是织网查虫的网站呢 他们的网址真的是特别特别像 不仔细看的话你真的会以为是织网官方的网站 据我所知智网只向高校或者科研院校提供毕业论文的查虫服务 就是不会针对个人 针对个人都是假冒的 所以说去年我师兄姊他们在智网查虫呢 应该就是遇到了假的网站吧 但是好在他们是顺利过关了 这些号称是智网查虫的网站 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入了智网的查虫系统 反正他们的查虫结果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吧 关键是太贵了我就觉得比较坑 所以在这里的话就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 如果自己学校图书馆能提供这个查虫服务的话 尽量去学校的图书馆吧 网上查虫的话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而且网上查虫的话论文很容易被泄露 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这个也是需要考虑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论文的查虫结果吧 我的毕业论文的重复率是百分之十一点三 这个是符合我们学校的要求的 学校规定理工科专业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然后文史专业呢是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 但是据说你个人去读书馆查虫的时候呢 会比学校给你查的查虫率呢会更低一点 所以最好是控制在百分之十以下 我这个的话也算是可以的 他从报道师我提交完那个论文之后呢 他是第二天发给我的发给我一个电子版的报告 我看到就是有涉及到一些英文单词的 他是一个字母算一个字 所以这重复率就非常非常高了 像我们专业的话涉及到一些基因 肯定是要用字母表示嘛 这些都是重复了 为了降低重复率的话 这个降虫唯一的方法就是删掉了 删掉一些可以删的东西 然后这次查虫的话 没有查栽药置卸 我整篇论文重复率最高的就是实验方法的一部分呢 重复率接近百分之三十 这个实验方法你不能凭空捏造 而我们生物专业做实验的话是有一定的流程的 这个流程啊 不管怎么样都会重复的 我在上一期视频说过 就是读研究期间呢 要尽量的多看文献 因为涉及到实验方法 你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是需要借鉴的 然后呢 需要在别人的实验方法基础上进行改进 因为有些知识 如果你不理解 你就无法通过自己的话术去表达出来 参照别人的话术 到时候毕业论文查虫的时候就过不了关了 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整篇论文 除了实验方法部分 我借鉴了 剩下的部分 我真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 所以只有实验方法重复率会比较高 其他部分重复率都是一般低于1% 我们学院大概在5月底就要进行答辩了 答辩完之后呢 还得再修改 修改完之后就可以上传终稿了 上传终稿了 然后交装 完了之后呢 领毕业证 学位证 然后毕业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下期视频见 拜拜